那些光点 其实是病毒原体 他们对守卫军 平民和海岛 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等一下 我是不是忽略了一件事 如果那些人是由病毒变成的人机 那孤大爷和老大又是什么人呢 难道 他们是由理智的人间 还是他们也是和我一样的穿越着 哎呀不是吧不是吧 我打烊电影火力大师也就行 还要兼职福尔摩斯吗 哎呀我痛了呀 哎 为了海岛和我们自身的安全 我们只能开始清理病毒 由于病毒体人多势重 海之灵损伤惨重 哎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海之灵和其他没有失去意识的平民中 出现了特异能力者 也就是证明者 拯救了海岛 原来是这样啊 本来证明者的出现扭转了颓势 海之灵也开始正常维护秩序 可是 造化弄人啊 发生了什么呀 有个神秘人突然出现 分裂了海之灵组织 神秘人 是 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带走海之灵一半的力量 成立了黑沙组织 黑沙 也就是在他的带领下 黑沙开始掠夺证明者的力量 我不认可黑沙的做法 我觉得 证明者觉醒自有天意 所以 我招募接纳证明者 和海之灵剩下的战士 成立了蓝精组织 由于我们俩组织的理念不同 所以屡屡发生冲突 那看来我还是很幸运的嘛 先遇到了你们 没有遇到黑沙组织被捕杀 有一个双系证明者的加入 是我们的幸运猜对 那你们 准备怎么安排我呢 嗯 你虽然双系觉醒 但是基础太弱了 你来做洛臣搭档吧 我相信 他能保护好你 好了小菜鸡 跟着我吧 起码保证你 不会太早死掉 哼 我可是重炮手 也不知道老大怎么想的 让小菜鸡做我的搭档 你厉害 你倒是捞两手给我看看呀 哼 还不服气 这样啊 你拿榴弹炮轰我 能打到我 算我输 我才不能 要是不小心把你给轰死了 怎么办 我觉得你除了毒蛇 人还挺不错呢 命中了就算你出师 哼哼 竟敢小看我 放心吧 顾大爷 本少女最多把你轰个半身 不行 小心啦 小心啦 我说不是吧 这么强的吗 顾鲁城 你看怪了吧 你这么慢的弹道速度 怎么可能打得中 那上次我 上次是你运气好 打了黑鲨一个措手不及 大妖 你输了哟 好吧 赢了你赢了 你竟然认输了 要不是因为我是出几种炮手 你早可拼了